聯發科的達哥 在OSEP上面的使用 正常來說,你有聯發科的達哥的帳號 你就可以在這裡問一些問題 當我們問他何謂福克定律,他就會回答我們 那這邊你自己需要創造一個專案 或者是應該說,應該講專案會比較妥當一點 自己可以建專案,也可以用別人的 正常來講,這就是我們AI的所謂的問答方式 在我們的OSEP裡面 下面這邊也有一個達哥 中間我們要幾個 第一個你要擁有自己的API Key 第二個是助理ID 第三個就是你的問題 拉回來 你的API Key在哪裡 在這裡 你的帳號setting裡面 他有一個API Key 你要複製起來 這很長喔 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你要回來這裡貼上 非常長 然後助理ID 什麼是助理ID 就是前面講的 你創造了一個 這個test裡面 他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advance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助理ID 就是你這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做什麼用的 你可以去設定 基本上你可以設定像這問答 你可以有很多設定 還有GPT的各種模式 還有很多 就在這個專案裡面 如果你沒有專案 你這邊自己加一個 加一個 在這裡加 在這裡裡面的 這邊有很多 設定就是 其他就比較 適合 你自己給說明就可以了 好 那這助理的ID 一樣你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那我們一樣回來這裡 給它貼上 抱起來 複製 再複製一次 把它貼上 好 我們一樣問問題 問他何謂虎客定理 然後就執行積募 他會等一下他的回答 如果回答完畢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這邊的積募 那你需要這串文字 你可以把它放到 這裡面 複製 那你就可以回到你的 比方說你的文字文件那邊 或者是各種地方 你就把它貼上 按 brain control v 接上 這樣子就有 你 那個文檔可以使用 當然你可以在 potato 裡面 讓他用語音把它讀出來 或者是各種方式 變化